一个200斤的胖女孩搬空了超市所有的布丁 周围人不由侧目 这么胖还这么能吃 简直跟猪一样 公交车上她好心给老奶奶让坐 结果身形太大寄到别人 坐下吧 在公园里 她好心想给小狗示物 却被狗主人嫌弃 带着狗匆匆离开 又好心帮学生接球 却被他们嘲讽 没镜就跟她告白 你看没镜啊 你老婆啦 这还不算完 甚至早上一开门 又被他们砸鸡蛋 因为身材 她经常受人嘲笑 但其实阿娟不仅性格很好 还烧得一手好菜 年近三十的她 在一间幼儿园做厨师 小朋友们都很喜欢阿娟 亲切地称她为大恐龙老师 可院长却突然把她叫出去 一般人都想不到 这个事业有成 气质优雅的女人 竟然是阿娟的妈妈 但当阿娟提出 想帮妈妈准备下个月的菜单时 被无情地拒绝了 妈妈表示 像阿娟这样的身材 没有家长敢放心把菜单交给她 但阿娟并不气馁 晚上阿娟又做了一桌子美食 庆祝今天的生日 可左等右等 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发消息询问也只得到 少吃点 越吃越胖的回复 就这样 阿娟度过了一个并不快乐的生日 第二天 妈妈补上了生日礼物 阿娟还是很开心的 可打开一看 竟然是减肥般的宣传单 并且已经帮她报了名 作为交换 只要阿娟去上课 幼儿园的菜单就让她设计 阿娟半腿半就直下 终于还是去了减肥班 老师整端着一块一公斤的脂肪 告诉众人 这个阿姨身体里 还有三十块这样的脂肪 大家都被震惊了 老师还告诉大家 虽然都说内在美比较重要 但在这个快杰作的社会里 谁会停下来 关注你的内在美呢 你会故意挑一个 长相特别奇特的水果吗 会啊 我可以叫老板算便宜点 你也希望别人选你 是因为你比较便宜吗 阿娟被老师成功洗脑 开始努力运动认真减肥 可在妈妈眼里 她还是那个懒惰的胖子 在陌生人眼里 她还是个讨人闲的义类 很快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两百斤的女孩 被猥琐老头一把抱住 我妈真越来越漂亮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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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有男朋友呢 你一定很亲 你干嘛 阿娟吓得听命中扎 一不小心 老头就摔下了楼 她的妻子赶来 对着阿娟不依不饶 阿娟难堪地解释道 可是他抓我胸部 拜托 他眼睛又不是瞎了 怎么会去摸你 你们看看多恶心 就在阿娟不知所措时 一个快递小哥出现帮他作证 老头妻子这才作罢 事后两人坐在一起聊天 小哥说自己以前也是个胖子 也经常被欺负 能理解阿娟的心情 小哥邀请阿娟一起斗风 努力斗他开心 两人渐渐变得熟悉起来 阿娟看着阳光开朗的小哥 三十年来第一次心动了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 和小哥一起约会看电影 但因为肥胖 阿娟挡住了过道 他不停地向每个人道歉 却依然被人抱怨 阿娟觉得丢脸急了 但小哥却鼓励他一定可以 回家后的阿娟下定决心 一定要瘦下来 他努力运动锻炼 更积极地上课 可到了侧体重这天 别的成员都瘦了 只有阿娟竟然又胖了1.2公斤 在老师的质问下 阿娟承认多喝了一杯无糖饮料 没想到老师立马拉下脸 表示阿娟这个样子 永远也别想瘦下来 老师刚走 顾问就给阿娟推荐 七味手术进行减重 但阿娟没有放弃 他回家更努力地锻炼 只喝苦瓜汁拒绝吃饭 就连给幼儿园制定的新菜谱 都是找小哥帮忙试菜 小哥吃了很多 阿娟问小哥是怎样保持身材的 但小哥插开话题并没有回答 小哥离开后 阿娟发现他的工牌落下了 立马追出去 却看到小哥正用手催吐 原来这就是他保持身材的办法 小哥发现阿娟后 立马转过身擦擦脸 抱着包 以言不发地离开 这之后 阿娟的状态越来越差 他在路边看见了 正在和同事聚餐的小哥 他若无其事地大口吃饭 被同事拼命灌酒 然后再去厕所全部催吐出来 等到小哥出来 阿娟刚想和他说话 却被同事撞见 阿娟心灰意冷地回到家 又发现幼儿园的宣传单上 所有老师都有照片 只有他的是卡通话 他质问妈妈 是不是不管我多努力 在我瘦下来之前 对你来说 我都是一个失败品 你一定要这样批评吗 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 你真的有在努力吗 感情上无疾而终 现在就连妈妈也这样说他 瘦真的那么重要吗 阿娟决定 接手切尾手术 手术过程一切顺利 但阿娟的状态却更差了 在幼儿园活动这天 阿娟做的菜难吃得要命 全都被丢到了垃圾桶 原来因为切尾手术 再加上心理压力太大 阿娟失去了味觉 被欺负被嘲笑时 阿娟停了过来 但现在 他当厨师的梦想破灭了 阿娟彻底崩溃了 他趁着就义 将减肥教室砸得稀巴烂 发泄完的阿娟 弹琢在墙边 恍惚间 他好像看见了 减肥海报上的美女 让我们成为 更美好的自己 阿娟气酸至极 和美女扭打在一起 仿佛是在发泄自己受到的不公 在这个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社会 难道真的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吗 第二天 妈妈得到消息急匆匆感到 阿娟哭着对妈妈说 自己吃不到味道了 妈妈这才知道 自己平时的疏忽 和只会一味的指责 给女儿带来了多大的痛苦 在妈妈的怀里 阿娟哭得像个孩子 希望他能走出阴霾 健康幸福的生活 不可否认 每个人都喜欢好身材 但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所以 请不要将你的想法和刻意 强加到别人身上 毕竟 己所不欲 物食于人 无论如何 健康都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